现在呢也公布了第五轮的施打指引 8月5号就会开放来预约施打 42万剂的莫德纳来了 预约接种 那接种的时间也曝光了 不过呢现在啊 因为莫德纳供应链的实验室 失误又没有库存量 所以全球的莫德纳疫苗都供应不足 台湾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呢现在大家也担心 为了要接种第二剂的话 会不会有保护力的空窗期 接种站加速疫苗施打 拼高覆盖率 要排莫德纳的人也不少 但未来要是莫德纳进口延迟 国内的疫苗接种 未来恐怕出现断层 指挥中心公布第五轮指引 中央库存中的56.7万剂 其中约6.8万剂 要留给一到三类和孕妇打第二剂 另外的45.1万剂 则开放先前意愿登记的65岁以上长者 和55岁以上的第九类 共45.1万人可接种第一剂 但早先接种过一剂莫德纳的民众 未来要是疫苗再没进货 两剂间隔期就会被迫延长 你第一剂打完 你的抗体其实不会太高 虽然有一点保护力 但是不是很完整的保护力 在等待第二剂的期间 如果你有不幸反染 那你还是会得病 而下坡最大压力是185万名 65岁到74岁长者要在九月十号时 施打第二剂莫德纳 如果无法如期施打 恐线保护力空窗期 隔月久再去打第二针 当然有的抗体在生成的效果 就会比较差 因为它等于是 它得到免疫记忆的 在补追加刺激的 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差一点点 最好的补第二针的甜蜜点 那当然可能就会看每一个研究 它所表现出来的不一样 国际上还没有明确证据 莫德纳疫苗两剂间隔 超过十二周会降低保护力 但专家说根据疫苗原理 抗体浓度应该影响不大 还缺乏这个相关有效的资料 去推论说每一个疫苗 它第一针到底能够持续到什么时候 就不见所有的保护力 指挥中心也回应 会继续追触厂商供货 现在只能用有限的量 让更多该打的人都打得到 三星期领域九 蔡春旗 台北报道